今天不养生,明天养医生 大家好,这里是养之道 我是你们的朋友阿芝 王大哥今年42岁,是一名出租车司机 为了能多赚些钱,他每天下了班,还会去做代价 这几个月,他总觉得自己精神状态不是很好 身上也没力气,但是他没有太过在意 只觉得是工作时间太长,累着了 妻子发现丈夫面色暗沉,整个人都十分苍老 意识到情况不太对,强行拉着王大哥去了医院 一系列检查过后,医生发现 王大哥的肝脏左侧有一个4厘米大小的肿瘤 患上了肝癌 夫妻两个如遭雷击,想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医生经过分析讨论,得出是因为王大哥喜欢喝凉白开 反复烧开的白开水中会滋生出大量的细菌 这些有害物质进入人体后,都需要通过肝脏来代谢 不仅会导致肝脏超负荷运转,还不利于受损肝细胞修复 长此以往,肝功能就会下降,最终引发肝癌 一,为什么我们常说肝病来临,悄无声息 调查发现,有80%的肝癌患者在肝癌早期都毫无察觉 步入中晚期时,才发现自己身体不适,就医检查 这是因为肝脏具有强大的代偿功能 即使有三分之二的细胞发生病变 肝脏也能适应,继续维持正常运转 不仅如此,肝脏中分布的痛感神经较少 也就是说,在病变初期,很难给人体传递出疼痛信号 所以,医学界又把肝脏称为哑巴器官 所以,我们最好定期进行体检 这样可以清楚了解到现阶段的身体情况 即使肝脏已经发生病变,也可以及时发现,防止病情恶化 提醒,身体出现这些异常或是肝脏在求救 一,精神不振,乏力,腹胀,腹痛,没胃口 二,双目干涩发痒,视力下降,事物模糊 三,睡眠质量下降,半夜总是惊醒,说梦话 四,口干,口臭,牙龙出血 身体出现淤青 五,身上长出红色蜘蛛痣 前胸后背搔痒 六,肤色暗沉,出现粉刺,痘痘,黑眼圈 七,频繁脱发,掉发,头发搔痒,总出油 八,指甲上出现明显竖纹,且鱼际腺泛红 药补不如食补,中医讲求以食带药 如果想要脾胃调和,肝脏聚合 可以常喝这几种茶,平息干活 二,护肝喝茶 一,金银花茶 李时珍本草纲目中提到 绝明子,菊花,金银花,枸杞,桂花,牛蚌根等植物泡水后 对于我们肝脏的养护非常有效果 这也是老中医的独家食补小茶方 药食同源原理如下 一,金银花,清热解毒之醉,清干活 二,菊花,养肝明目,现代护肝必备 三,绝明子,最早的养肝明目用药 四,牛蚌根,护肝之王,饱肝解毒 五,桂花,梳肝里气,减少口腔异味 二,柳,枸杞子,温补肝肾,清干明目 准备,金银花,菊花,绝明子,枸杞,牛蚌根,桂花 科学配物,每天泡一袋 清干泄火,疏肝解育 肝毒少了,肝脏更轻松,身体才健康 二,枸杞菊花茶 菊花,菊花具有疏风散热,清干明目之功 枸杞则含丰富的维生素A 能养阴补血,易经明目 二者同主,既能清热解毒 又能补肾易经,养干明目 原料,枸杞子5克,菊花5克 做法,将枸杞子,菊花放入废水中煮泡,带茶饮 可根据个人口味加入适量冰糖 注意,菊花性寒,体虚之人不宜多喝 枸杞有很好的滋补作用 但正感冒发烧,湿气重的人最好也别吃 二,五支饮 滋阴去火,五支饮最佳 五支饮出自清代一家吴唐的温病调变 它最主要的功效就是治温病 比如热灼经伤而导致的口渴 嗓子痛,口舌生疮,腹胀,胃口差,口苦,唇肝舌燥等症状 原料,血梨100克,鼻齐50克,鲜炉根20克,麦门冬10克,藕50克 做法,梨切块,藕切条,鼻齐去皮切碎备用 再将麦门冬放入锅中煎煮15分钟 并将梨、藕、鼻齐放入榨汁机榨出汁 最后将煎汁与榨汁倒在一起,即可饮用 五支饮每次一杯即可 每天早、中、晚、各一次,凉热都可以 注意,五支饮中的五味药材都是寒性 脾胃虚寒的人最好别喝 当然,除了饮食需要注意外 大家在日常还可做做以下几件小事 三、做好四件养生式,肝悄悄变好 一、保持心情舒畅 中医认为肝喜调达而勿抑郁 心情阴郁、急躁易怒或引发肝脏气血淤质不畅 反之心情舒畅、心态平和 则有利于肝气正常生发和调节 因此,大家因顺应春季阳气生发之事 保持乐观、开朗、豁达的情绪 以使肝目坚实、肝气顺达 从而起到养生防病的作用 比如趁着天气好 出去郊外踏青 给自己换个环境、有个好心情 对于肝病病人来说 更应随时保持心情舒畅 过喜、过怒等异常情质刺激都会损伤肝脏 严重可能会加重病症 二、练须自宫 想要达到疏肝明目的作用 大家可以天天坚持练须自宫 练习时音调要柔细匀长 使气呼静 虚后调息时要闭目凝神 尤其是肝病病人 做法 两脚自然分开站立 采用腹式呼吸 用鼻吸气 用口呼气 吸气时两唇清和 舌底上饿 呼气时收腹、提纲 同时发出虚音 并尽力瞪目 这个方法是以早晚各做一次 相当简单 三、适当揉按穴位 中医认为肝主疏泻 想要养肝就要先疏肝气 太冲穴作为养肝药学之一 经常揉按 能起到疏肝里气 平肝西风的作用 还有利于舒缓不良情绪 取穴方法 在第一二足指尖 向足背的方向摸寻 约两横指宽度 按压有凹陷感触即逝 按摩方法 用双手同时揉按 两侧太冲穴 力度以能感受到酸胀 或胀痛感为宜 每次持续三到五分钟即可 建议每天早中晚各按摩一次 四、多进行有氧运动 想让肝脏更加健康 需要适当地做一些有氧运动 以此来促进人体形成代谢 保证肝脏宫血充足 提高肝细胞活性 增强肝脏免疫力和抗病毒能力 减少肝脏病变的几率 建议每周锻炼两三次 每次时间稳定在三十分钟左右 不过肝病患者和中老年人 最好选择对肝脏压迫较小的低强度运动 例如八卦拳、太极拳、原地踏步等 而身体素质比较好的年轻人 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选择游泳、跳绳、长跑之类的高强度运动 总之 肝脏是人体内最大的内脏器官 还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消化器官 最重要的是 肝脏还是人体内的解毒器官 肝脏对来自体内和体外的许多非营养性物质 如各种药物、毒物 以及体内某些代谢产物 具有生物转化作用 通过新陈代谢将它们彻底分解 或以圆形排出体外 这种作用也被称作解毒功能 正是因为肝脏这个伟大的功能 才使得我们远离了很多疾病 肝脏不好的人 体内无法排毒 就会异患癌症 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爱护我们的肝脏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可以分享给身边的人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